哈囉大家好 我是Liken 今天很榮幸來到軍袋廚房 來教大家要快過做簡單的三道料理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樣的料理呢 第一道要做香菇香肉 第二道要做蠔油雞翅 第三道要做蓮藕排骨湯 那我們今天材料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 那我們先來處理我們的蓮藕的部分 很簡單先把蒂頭先給它去掉 我們今天有三顆蓮藕 好 之後再拿我們的削皮刀 拿削皮 這個時候可以再把一些髒髒的不要理就把它給去掉 好 蓮藕切完了 像我個人喜歡薑味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就給它來個三片 在煮湯之前建議先把我們的排骨先汆燙過 讓它去個血水 這樣之後它的湯會變得比較清澈 好 我們今天買的是三結式 但是因為我個人的偏好 我喜歡吃兩結 所以可以這邊教大家怎麼樣 把它變兩結 從中間的軟骨直接切下去 會很好切 就像這樣 切軟骨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把它 三結變兩結 第一次處理完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我們的蒜頭 蒜頭今天基本上是要拿來做醃脂 所以我今天把它處理成一個比較小的部分 像你是要末啊或是片筋都可以 只要它味道出來就行 這樣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雞翅全部放進去 好 那我們醃料上面有呢 蠔油兩大匙 好 兩大匙 好 兩大匙 OK 那我們再用我們的食用油 一大匙 好 兩大匙 剛剛切的 蒜末 那個 太白粉 然後我們的水 少許 然後我們的鹽 抓醃 抓醃 然後放置20分鐘 OK 那我們雞翅醃好之後呢 我們移到旁邊去 把它放置20分鐘 米酒 可以拿一個去形 可以拿來泡油的蝦米 就可以增加它的風味 用太多我們蓋過就好 好 我們先讓它泡一下 因為之後我們等一下要把我們的蝦米給切碎 那我們還有薑末的部分 薑末的話呢就可以先把薑削米 我們用來炒製 把薑末的部分 切成 把薑末的部分 做成 但我們是在一起做的 外面 把薑末的部分 切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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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成熟的食材 猪脚肉 换到一个大的器材 因为我们刚刚去抓腌它 这边有200克 那它的腌料有哪些呢 香油 酱油 米酒 米酒可以去腥 白胡椒粉 先抓它 抓完把我们的酱汁都抓到肉里面之后 再加我们的太白粉 它以为它会包住它的那个 sauce在它的肉里面 那我们把刚刚切完的料 依序加进去 葱末 虾米 葱 再把它拌均匀 增加它的平气 增加它的平气 那有个小皮布呢 就是我们的香菇上面 可以先沾一点薄薄的太白粉 然后再把它弄完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一样小皮布 一样小皮布 一太白粉 可以沾一点在上面 它不够完 这样 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完之后呢 就要开始准备我们的 用我们的咖啡大压力锅做一锅三菜 OK 那我们最底层 我们要做我们的汤 莲藕排骨汤 先把我们的莲藕 全部放进去 排骨 排骨 因为要再放我们的 红枣 枸杞 跟姜片 回去把它倒下去 然后再加我们的水 好 这样第一层就OK OK 那我们第一层这样湯完成之后 我们再用 内锅第二层 这内锅呢 很方便 放进来 我们第二层是做什么呢 鸡翅 把我们刚刚二十分钟前 做好腌掉的鸡翅 全部把它倒下去 这沟槽呢 是我们军代阿曼达压力锅的 专利设计 它这个沟槽可以稳住我们的内锅 让它不用再做增架 第二层好了之后呢 再放最上面这一层 第三层 是有肉网的 好 那我们一样把它放上来 再就把我们的香菇红肉 直接给它摆上去 OK 那我们第三层蜂肉好了之后呢 再把我们压力盖的盖子给盖上去 这边有圈圈对圈圈 直接把它盖住即可 相当好扣 再来 我们等它压力上升至两条线之后呢 维持十分钟光火 就好了 再把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要开给各位看咯 一锅山菜 来 好 那就先把我们的小布包 夹子 把它夹起来 来 OK 我们第一刀的香菇红 好 好 我们再把我们的内锅 拿起来 好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牛油即逝 好 好 再把我们的小铁中间 切成压力 把我们的小铁中间 再把我们的小铁中间 OK 铁上铁中间 OK 配料到完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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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左套補他 好 那我們今天這樣一鍋三菜就這樣就完成囉 謝謝 謝謝